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事专项 正在加速融合 将决定打破 我始终相信爱能够疗愈所有的我 得到不可思议的力量 不大声 热情的时候 势而去强求真实的自己 永远都不会忘记 人间的爱情 黑暗之中像一首之心 不终于开的天气 飘移在我身边的巨洪 爱你 你 我再多送你一条新闻 龙子彻的毒架 想要吗 是什么 现在开始 跟着龙子彻 古灵 正打算找你呢 昨天我为了救你 竟然爆发了新的超能力 一定是千里神行 没错 以后啊 我想去哪儿 跑着去就行 都不用买车票了 对了 昨天我还有些话 没跟你说完呢 改天再说吧 我今天有点累 那就明天吧 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我去买票了 不见不散 我 真的 真知道啊 他亲口说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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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回来了 妈妈 你 回来了 你可算回来了 我们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什么呀 让我休息一会儿 超级好消息 你都不想听 对你也有可能是坏消息 我们已经证实了 我们已经证实了 怡霞真的喜欢你 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啊 我们可是亲自出马帮你验证的 说 李依侠是不是喜欢鼓励 我 我不知道啊 这个问题要你自己想去 慢慢地思考 自己解决 你不说 我就 借你 有这么好的待遇啊 如果我把视频发到网上 说你强吻白富美 大家会怎么看 这 看你以后怎么在学校会 是大动他欺负 不至于吧你 我已经知道了 一瞎行动了 他向你表白了 差一点就说了 不过被我打断了 但是 他约我明天晚上去看电影 你为什么不让他说完啊 因为我没有想过要跟他发展啊 你可别说因为什么学业前途 不去谈恋爱啊 你们俩成天私混在一起 怎么可能对他没感觉 我就只有一种感觉 就是他说喜欢我的时候 我很害怕 你啊 我就不信 你对男生一点感觉都没有 嗯 我知道你在怕什么 他才放下了一个 喜欢了十年的女生 就来喜欢你 是有点不靠谱 哎呀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明天一定要去看电影 嗯 他表白你可以拒绝啊 重要的是 要穿得漂漂亮亮的 还是那句话 输人不输阵啊 可是万一付出了感情 结果又被抛弃了 那不是很受伤吗 古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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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今天中午我吃的什么吗 我们又去吃的那家烤串 只说他吃上瘾了 他开窍了 我也不知道 我还要陪他去吃多少次 他喜欢上一样东西 每天三餐都要去吃 直到吃你为止 那你少不得要长个十斤八斤了 你也别笑 下次我一定抓你跟一霞一起去 一霞又惹你生气了 也不是 只不过 他喜欢上你了 你也知道了 我看出来的 也不是坏事啊 你不喜欢他 我也不知道 但是 他说他喜欢我的时候 我感觉很害怕 整个人都透不过气了 而且 很多以前想不起来的东西 也都突然想起来了 可以告诉我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不要紧 有些事情不知道怎么说出来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用催眠的办法 不过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你必须对我要有足够的信任 嗯 嗯 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头上 你的整个人很放松 每根头发也很放松 很温暖 很舒服 很舒服 现在感觉你的眼皮有点重 很沉 很沉 动不了 十岁那一年 爸爸妈妈撤祸死了 爸爸妈妈撤祸死了 世上就剩下我一个人 我被送到了孤儿院 我认识了第一个朋友 也是我唯一一个朋友 可是有一天他要走了 我不知道 那时候我为什么会打他 感觉心很痛 很害怕 脑袋里一片空白 控制不住我的情绪 院长把一个发圈套到我手上 告诉我 当我要失控的时候 弹一下 痛 会让我清醒过来 这是你内心深处的第一层记忆 那些更深层的 可能被你前一世给封住了 被我封住了 可能是一些很痛苦的记忆 当人们不愿意主动想起的时候 就会选择暂时遗忘 慢慢来吧 我大概理解了 你是害怕被遗弃 因为你父母的意外 你开始一个人 一时间你还接受不了 来到孤儿院 难得你有了新的依靠 你的朋友 可是最后他也走了 那我为什么会打他 小孩子不懂得如何表达心里的情绪 就算是好朋友 也往往会选择以一种野蛮行为去发泄 当你知道医霞喜欢上你了 你的这种害怕被遗弃的情节又再度出现 把这些不开心的回忆都带回来了 你是说我害怕被他遗弃啊 不一定是因为爱情 当你跟一个人的关系越密切 就算是朋友 你也害怕有一天他会离开只剩下你一个人 那我永远都会这样不会好起来了吗 别担心 你现在最需要做的 是转变你的心态 懂得放开 你跟子澈在一起也十年了 难道你不会害怕被遗弃吗 也不能说被遗弃吧 谁都不知道两个人能走多远 没有人能知道明天发生什么 也就只能顺其自然 那你有信心走下去吗 我的事情慢慢再说吧 我还是比较担心你 要让你改变可能会比较困难 为什么 其实当时你院长做的并没有错 可是也会带来反作用 因为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习惯压抑自己的情绪 也许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伤害 会怎么样 这种被压抑的情绪 可能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 也可能会突然爆发 我只能说 只有将你的心逐渐打开 才会慢慢好起来 这个 这件呢 这件呢 不行不行不行 这个这个 Authentic 整套的 快 和尔鲜 在저 这件上飞 vase إلى这边 мотрите 你可以嗎 好数目呢 你以后就是被欺负的那一个 哪来的万里心术 静瞎扯 别听他的啊 要好好的 享受 等你好消息 快走 要知道了 你要加油啊 等你好消息 好吧 死就死 拜拜 玩得开心点 晚点过来没关系的 我们总不能在这啥等啊 一定有情况 我好好的 大东 出发了 好 门口进行 这么大一场好戏 怎么能不去现场当关照 走 快 有没有搞错啊 第一次约会也不早点到 还有古灵等 搞得好像古灵很在乎他一样 你别瞎说好不好 我们队长很用心的 一大早就出去买花了 昨天还拉着我出去买衣服了 嗯 不错啊 有点诚意 我求神拜佛 队长一定要成功 这样他就不会因为我泄露鸡名而大 还蛳我了 真没用 1933 1850 我還沒有到啊 又不是你約會你緊張什麼 放鬆 是你不是放鬆 你也得我手都疼了 都過了十五分鐘怎麼還不來啊 這個時候古靈打給一俠好像又太在意 不打給他又不知道怎麼辦 太糾結了 你還愣著幹嘛 趕緊打給一俠啊 對啊 關機了 他不會出什麼意外吧 真是驗證了所有最浪漫的愛情故事啊 都不得善終 佩佩佩你別瘋牙嘴 大東我分頭找 你在這兒等著 快報情況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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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淼淼 你吓到了吗 没有啊 跟你们都要结束了 古 古灵去哪儿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找他了 古灵 走啊 怎么了 依侠 依侠 那就明天吧 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我去买票了啊 不见不散 放弃吧 反正他早就放弃你了 他也许是有什么事情呢 也许是出什么意外了 连你自己也不相信吧 你为什么要打击我 我只是说出你的心里话 你不是早就想过他也会和其他人一样 离你而去吗 你不是尝试去接受他了吗 可最后换来的是什么 历史只会不断地重演 复出了 又被遗弃了 古灵还是没有接电话 好 古灵刚刚还在 应该走不远 走 去找他 所有人最后都会离开你 只有我才能一直陪在你身边 守护你 我们分头去找 应该可以找到古灵 好 我的电话给你 找到了立马联系我 走 怎么还不接电话 我刚才好像见到医霞了 你跟他碰面了 我不确定是不是他 嗯 可能 是因为你太想见你的朋友了吧 他已经不是我的朋友了 不过 我还是会挑一个很好的时间 跟他见面 巨猴那边怎么样了 一个人 无论他嘴上多正直 只要他心里种下怨恨的种子 要不了多久 他就会崩溃 哎 他答应接受潮能力了 他才刚刚踏出第一步 不是吧 电话里说的 是这里没错啊 你搞错了吧 古灵怎么会来酒吧 走吧 你等一下 小灵灵 你受什么打击了 离我远点 不会吧 一下迟到把你伤成这样了 别再给我提这个贱人 别再给我提这个贱人 古灵 你到底是怎么了 从今天开始我叫Darcy 什么 古灵 你从来没有说过你有英语 我说了我不叫古灵 我叫Darcy Darcy Darcy 别站着了 坐吧 干了 干了 干嘛不喝 小灵灵 你别生气了 一下来的时候 我说了多少次 让你别再提你个贱人 好 不要生气 我喝 我喝我喝 我去点歌 不是 他疯了吧 Dar什么C啊 我不管了 受不了了 我们俩走快走 可是不能不管他呀 那 我想到了 再浇一点酒 把他灌醉 我爱他 这样肯定不行啊 我去把义家找来 他们俩的事 让他们俩自己解决 现在你帮我盯锋 我去打电话 你跟我回去吧 回家吧 住了 家里边好吃好喝的 要什么买什么 不挺好吗 你跟我走吧 回去吧 滚哪 看你回家做饭 好好待着 再也不听话啊 我替你出局 滚 你 见过不要练的 没见过你这么不要练的 到底谁啊 我Darcy就是喜欢手撕渣男 专制各种不服 什么Darcy都 别打了 我的鲜料款 救你帮过他吧 我们没事 我已经原谅他了 就是因为你太软弱 他都不转到渣男 打他 我对我错了 放了吧 这么好的女友 你好好珍惜 显着就是极品渣男 不对 你是不会你自己的渣男 我认我认我 紫彻 现在网上所有舆论都是针对你的 大家都认为意外是你造成的 那个记者俱衡 竟然在网上开直播解答网友疑问 我们必须马上想一个对策 否则再拖下去 对你跟公司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紫彻 知道了 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那你就告诉我你的想法 我们一起商量一下 汉玲 怎么了 古灵被人打住院了 古灵被打住院了 外面有很多记者 我先过去你再加等一下 不 我也去 医生 古灵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他仍然在昏迷 刚刚做过脑部CT 没有出血的情况 不过 我也不确定他什么时候会醒过来 我们还需要继续留眼观察 你们是他家人吗 他没有家人 是孤儿 我们是他的好朋友 你们可以尝试多跟他说话 让他听音乐 可以从声音触觉 嗅觉 嗅觉 味觉等方面进行外部刺激 这样或多或少 会对他有点帮助 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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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车祸是你造成的吗 龙总 请问一下 超能力是不是你们公司的秘密实验 龙总 冷静 他们就是要你出段子 借题发挥 而造成了意外 龙总 你是不是真的有超能力啊 龙总 这次车祸真的是您造成的吗 别回答他们任何问题 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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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再来 起来啊 我在退居过宫也没有任何效果 于飞姐 你又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能让古灵醒过来 这么看来 只能靠她自己醒过来了 那要是古灵一直醒不过来怎么办 行了行了 别吵了 古灵我会找国内最好的医生 不过目前 我得先处理更重要的事情 古灵现在都这样了 难道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吗 我说了古灵不重要了吗 现在是非常时期 最需要的就是冷静 像你这样整天包裹耗子有个屁用啊 你说什么 事情现在越闹越大 我必须得先处理 说到底 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 不考虑团队其他人的人 我不考虑其他人 现在出事情的只有我 如果再这样闹下去 我们大强 连古灵都会有麻烦 够了 这里是医院 要吵出去吵 好 总之呢 古灵的事我会处理 小屁孩 你带到现在 裂坏了吧 还 还好啊 等一下 你还要回龙子车那边上班吧 你怎么知道啊 那晚在篮球馆里 不是治好了你的陌生人恐惧症吗 那晚你在吗 我怎么不记得你啊 那晚我也在场 为你加油打气 对不起啊 我有陌生人脸盲症 基本上没见过几次的人 我都记不住 所以 不好意思啊 忘记我也很正常 反正我是大众脸嘛 我习惯了 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勉强找一些话来跟我说 我真的没事 反正我也不是白公主那种 谁都喜欢的类型 恕我太平凡 我习惯了 淼淼 淼淼 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当然没有问题啊 我走这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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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淼淼 其实 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平凡 你很美 拜拜 拜拜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通过你的启华案吗 因为你从小到大 一直在犯同样的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 你连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都不知道 让别人怎么信任你啊 我本来对你还是很有期望的 现在看来 我又错了 你的女朋友比你能干 让她帮你解决问题吧 我帮你想了几个应对方案 不用 不用 你先看一下再说行吗 让我自己解决不行吗 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共同面对啊 你的女朋友比你能干 那 让她帮你解决问题吧 难道因为你比我成熟 什么事情都要管我是不是 你说什么 是你带着启华案去找我爸的对不对 你以为这样是在帮我吗 你这样只不过在我爸面前 显示我有多没用你知不知道 自己的事情解决不了 还需要女朋友帮忙 我去找你爸不是为了你去求他 如果你觉得这样代表你没用的话 那只能说明你心里早就这么认定了 我说了不用你帮了 你不要再说了 听到没有 你一直想向你爸证明你自己 可你一个人能解决所有的事吗 别人想帮你不代表你没用 只是希望你更好 我不需要你来教育我 我没有教育你 我只是觉得我做了一个女朋友该做的事情 女朋友 那你就好好当女朋友不行吗 当一个正常女朋友行不行 卢子彻 我们不是第一天谈恋爱了 你应该很清楚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你需要的只是一个赖着我们的傻白甜对不起 我不是 我不是 彭哥 有媒体记者在会客室等你 找你做个人专访 听说来头还不小是吗 嗯 八总 希望您不会介意我出来跟其他媒体接触 我怕抢了您的风头 如果八总您有任何的不满 请您尽管炒了我 我想对您平台的点击率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算你厉害 你最好别惹我 我还有一条更劲爆的 可以在别的地方发 小人得知 小人得知 你根本就是在捏造新闻 我根本没有造成意外 我的照片 难道不是已经说明一切了吗 意外发生的时候 你正用着超能力 你去看看网友的评论 他们的眼睛可都是雪亮的 你这个王八蛋 你就是扭曲事实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把之前发出去的新闻都给我撤了 还有把我的照片都还给我 你还要公开跟我道歉 听到没有 老您大驾无非几个原因 一 你很着急想要尽快解决 二 你不能通过其他人来和我接触 三 你想掩饰 这是 你有超能力的事实 龙子车有超能力 确实是个暴力 不过 我手上还有更多的照片 包括你女朋友在内 还有你的朋友 总共五个人 总共五个人有超能力 如果我把这些照片都供不出去 你说 会怎么样呢 你开个价吧 想用钱收买我 你废话到底要多少钱 你要收买我 不就已经亲口说明这一切了吗 尽管用你的超能力来对付我 我已经通知其他记者 他们应该快到了 到时候 我就以受害者的身份 把整个过程 事无巨细地说出来 你只是跟平常一样 有点困了 想多睡一会儿 对吗 要是你的家人也在这里就好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就是你的家人 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 不会让你孤单的 你看 你的闺蜜们来看你了 你怎么带古丁出来了 在房间里面一直说话也不管用 我已经问过医生了 医生说了 可以带她多出来转一转 活动活动 舒展舒展她的筋骨 也是有好处的 真的吗 我们还带了些好东西来 打算弄醒她 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香 很香啊 你 好啊你 任务出丑 你 你们赶快过来啊 一起来 我们来给她做运动 好 来 好 古丁怎么样 还是没醒过来 那你没事吧 我 我 我第一次见你这样 我跟子车吵得很厉害 她发了很大的脾气 我一直以为她都很听你的 她其实是一个很想拼命成为大人的孩子 你别看她表面上爱玩爱闹的 实际上她心里很敏感 很大程度上是家庭的关系吧 她妈妈在她小的时候就生病了 后来 后来她妈妈就离开了 她妈妈去世后 子车的爸爸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 根本没有时间去关心她 陪伴子车的 就只有游戏 久而久之 她把心事藏了起来 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着 子车很想向她爸爸证明她自己 只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只有她自己一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说了这么多 没关系 我想心里一生也有自己的情绪吧 其实子车她应该庆幸她找到的是你 因为有可能你比她还了解她自己 也许吧 好 我想我有办法了 你这种人 连约定好的时间也会迟到 我想你应该是不知道我的时间有多值钱 我告诉你啊 像她这种出门不带脑子的人 少跟她来往 今天呢 我们所有矛盾 所有的不爽 就用这场篮球赛来解决 OK 咱们 咱们 某些人 心空下 我们还会遇到吗 另个我 仿佛出现在一刹那 于是慢慢发现 还是有了改变 从新的生活 要怎样开始啊 一句话 预测了未来的梦样 另一个梦 要怎样丝毫没牵挂 时间慢慢改变 命运一同乱战 刚刚愈合的梦面 是否还出现 希望你在从前 偷偷的怀念 感动只是满面 清楚的投言 你还用作留恋吗 别装作听不见 一世漫漫单旋 我们另一边 一世如神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